安排新闻有点多 聚精会神 听我说 谁懂啊家人们 那快船这边也有大动作了 他们把戈登给裁掉了 那戈登下个赛季啊 工资是2100万 那这样操作呢 也能让快船省出一个亿 那这么看来啊 那包老板也是骑自行车上酒吧 该省省该花花呀 那戈登油箱里啊 那肯定还有油 只要说不让他快些运球啊 那突破三分也是奥尔蒙 估计戈登很可能是底薪啊 加入糊人 因为加入糊人 那钱多事少离家还近 那别说不用搬家了 就连那更衣室柜子呀 都不用搬了 快船虽然说放弃了个灯 但是他们也是追逐 哈登的一匹黑马 这小如意算盘啊 都让快船给打猫烟了 其实登哥的家乡啊 也是洛杉矶 很可能会选择打家乡篮球 那登哥加小卡和乔治的组合啊 那快船都得变成飞船 兄弟们 那计划有变了啊 快船修赛起义 那马上又要赌惯了 除此之外呢 火箭啊 也正式退出了哈登的争斗战 其实登哥对回火箭 那也不打感兴趣 非这么大劲除来的 那除来后一事无成 那不可能回头土脸再回去 七五人这边啊 也给了登哥 提供了三千五百万的续业报价 登哥呀 可能不打满意 那布朗那个熊样的硬件 都挣六千万了 我登哥差啥呀 如果说登哥满意了 那早都签了 也不至于磨叽到现在 我猜登哥呀 就算签约七五人了 那七五人啊 也可能把登哥给送走 火箭虽然说放弃了哈登 但是他们想用两年八千万 签下饭桥短 想用一千五百万 签下迪龙 那饭桥短一米八的小哥 那我试试劲儿都能 从他身上卖过去 那真不止四千万大合同啊 迪龙一千五百万 那也属于一价 这两笔交易 那火箭要做了 只能说火箭啊 人傻千多 速来呀 熊鹿这边呢 也有了大动作 他们用四年一点四亿 续约了米德尔顿 平均每年不到四千万 这米德尔顿啊 也属于将心续约了 虽然说他上个赛季 的状态有所起伏 但是熊鹿要真把他送走了 那就直接退出 争冠行列了 只要说米德尔顿 和字母哥保持健康 那下个赛季的熊鹿啊 还是争冠热门 胡人这边呢 也有了大动作 他们把演员目标 锁定在了勒布朗身上 那这胡人有一对眼 那真是对谁都有意啊 那布朗至少得要 千万年薪的大合同 那胡人最多能给个五百万 那布朗连丑都不得丑的 那别管你来不来啊 这自由市场的球员 那胡人是一个都不放过呀 我胡人有一对 那绝对是名不虚传啊